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公元前六世纪,屹立数百年的周氏王朝已朝不保夕 各诸侯国割据一方,为了达到称霸的目的而相互征战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气势磅礴的时代,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有战争有英雄,有思想有著作 中国史称为春秋时代孔子明秋自重你 他出身于当时一个小诸侯国,鲁国的没落贵族家庭 为社会的混乱情境而忧心忡忡,希望以他超越时代的思想 和智慧来影响春秋诸国的历史进程 然而就像历史上的其他圣贤早年的经历一样 彼时孔子的时代还未到来,虽曾是关于鲁国 并以其勇敢和智慧带给鲁国以尊严和强大的希望 但最终政治理念破灭于现实之前 随后孔子为了理想率领众弟子 奔走在列国之间长达十四年之久 传播其思想想与整个时代抗争 只可惜霸道如此世间不容其主张 他曾数度被乱军围困而深陷绝境 也曾被卷入政治阴谋的漩涡甚至曾被世人误解 于晚年返乡祖国鲁国 他归而不隐不屑于教育弟子 众人即进行文献整理工作 孔子在诗意中逝世 一腔报国热血空腹东流 但是礼崩乐坏中促成万世诗表 末后奇言行及思想中为后世所认同推崇 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根源 尊世大成至圣贤师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